今天宣傳新歌《只想與你再一起》 其實我自己對上一次是派《飛鱷破貨》的 隔了一段時間沒有出《時代歌》 還有我覺得這次這首歌是挺特別的 因為它是George Johnson的片尾曲 還有這次拍這個MV 其實跟我過往的MV很不一樣 這次有男主角 有劇情 還有有流眼淚的 真心的 演技上也要發揮一下 是 是 是 還有我覺得很玩的 原來是像演戲一樣 所以希望以後的MV都可以有劇情 會不會覺得唱這首歌在劇集中播放會比較適合? 會多了人聽到 是事實來的 很多人會跟我說我聽到你這首歌 或者你的聲音 但是很多人都不會特別去找我是誰 這個是我覺得這陣子幾多 幾會發生的一件事 他們會去聽這首歌 會說對年尾版獎是有很多信心 多了人認識 我每年都是 首先跟自己說的 就是沒有的 如果有的話就會很開心 平常手都是很老套的 但是真的要這樣想 因為現在競爭都很大 未必自己有這個機會 但是我覺得有人喜歡自己的歌 已經做了歌手的責任了 公司也會出來幫我們費用的獎項嗎? 都希望 我覺得公司也會為我們所有的歌手 為人去爭取我們的東西 剛才都說拍MV 好像要是劇情的 會想拍劇嗎? 都會想試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做了歌手幾年 都會想 有些突破 或者有些變化給大家看到 起碼多一些機會 給大家認識我多一些 嗯 但是公司有沒有這些案例給你 都是計劃中 是啊 我都是期待著的 好像早下剛回來 你有個節目都很厲害 是啊 那個能不能說的 出了街頭 啊啊 是啊 中央電視台 我們第一次去北京那邊 去了別人的電視台去唱歌 那種感覺是好像有一點點 又不是踩場的 但是有那種感覺的 其實 會代表香港去唱廣東歌 其實有一定的壓力 但是我覺得 可以有這個機會去參加這個節目 真是很感謝我公司 就是不是 我知道不是那個歌手都 怎麼說 我不應該這麼說 說什麼呢 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去參加這個 這個這麼大的一個電視節目 我覺得跟香港的有不同的 我會看到很多 內地的 譬如電視製作 還有他們所有的東西 其實真的跟香港很不同的 還有今次覺得學到很多很多 嗯 好像很厲害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排不到旗子 因為他這陣子都忙的 那大家都是排旗 那看看時間許可 大家都會想去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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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